书店空间竟然变成五厅 原来是成品书店自六月起连续二四周 二四个主题在二四间书店接力不打烊 为了陪伴民众18年24小时不打烊的成品新衣店 即将在今年底谢幕举办的巡回活动 21号来到第21个巡回巨店 成品生活花莲圆摆店 以山林与海潮的阅读聚落为主题 吸引到不少大小朋友 在DJ动词动的电子舞曲下 半夜乐当唱阳书海的野猫族 在成品书店并看书编随着电子音乐摇摆 18年来吸引两亿人次造访的台北24小时书店 成品新衣店 即将在今年12月24日谢幕 为了延续传承24小时阅读的精神 自六月起连续24周24个主题 24间成品书店 接力不打烊巡回举办一日限定24小时书店 21日第21场花东尾一场 成品生活花莲圆摆店 以山林与海潮的阅读聚落为主题 吸引不少商亲前来体验 因为我之前在台北其实都有去蹲南店 那时候还有蹲南店的时候 然后后来也有去过信义 那其实以前在台北很习惯 说有个地方24小时的顺便可以去 那这次在花莲算是第一次有 这个整理24小时的活动 我想说不要错过 然后刚好有经历安排很棒的这个DJ 他用在地的 他原本就是阿美族 所以他用阿美族的底调 然后加上他的音乐 我觉得真的很惊艳 那我想大概也是唯一一次机会 可以在成品里面听DJ的演出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 我们成品书店带来了 花东唯一场的24小时 他全台湾24场里面 选择了花莲来做花东唯一场 那在10月21号这一天呢 会带来我们的花莲走读 由蓝振峰老师带领大家 来这个山野齐去的探索 那当然还有DJ鲁尼带来的 现场音乐live show 还有我们百度码头 在我们现场呢 也有调酒要供应给大家 当然还有非常多的优惠好康 希望那一天呢 在晚上的时间 可以让你跟着我们一起来 共读24小时 21日下午邀请 花莲福尔摩杀协会 总干事蓝振峰 举办山海与城市的 阅读奇想主题讲座 当天消费满额可兑换风味调酒 到了晚上10点 还有DJ鲁尼 带来融合传统原出名乐曲 与流行电子音乐 瞬间将书店空间 变身成大舞厅 另外22日还有 左舱步道 山林生态走读漫游 静止桌游 以及工艺手作体验 为花莲带来快闪的奇幻时光 也开启24小时 书店新的可能与火花 记者讲帮演 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